Odia Jungle 宋徽宗赵吉登基为帝 赵吉先后被封为穗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 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 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禁国 1926年2月23日国共两党发动民众讨伐武佩服92年前 1926年2月23日中共北方区委 共兴团北方区委联名发出为法武战争 告全国民众书文中隶属吴佩服甘做帝国主义的走狗 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行 号召国民革命将士奋勇向前 出定中原、十南北革命设立联合 会是武汉促称革命的成功 1940年2月23日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在吉林省蒙江县三道外子战死78年前 1940年2月23日 因为身边叛徒的出卖 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在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外子 被四万多日军包围 孤身战斗直至最后壮烈牺牲 1979年2月2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每年的3月12日 为中国植树节39年前 1979年2月23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决定 仍以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 以鼓励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 改善环境 造福子孙后 在1979年2月23日 中越边境两山附近高马山爆发激烈攻防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河江 另有两个师在空军掩护下 进攻盲街 陆平 2月24日 越军反击 与中国部队在高平 老街发生激烈巷战 越军曾试图渗透进入中国境内 但遭击溃 中方占领甘堂 2月25日起 战情胶着 越军队 军死守边防要地亮山 1986年2月23日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32年前 1986年2月23日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 我国开始对气功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工作 2、国外大事迹1455年2月23日 约翰内斯古藤堡 用佛字印刷机第一次印刷了圣经 1826年2月23日 1455年2月23日 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 约翰内斯古藤堡 用佛字印刷机 第一次印刷了圣经 1826年2月23日 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 宣读了他的第一篇 《关于非欧几何的论文》 192年前 1826年2月23日 罗巴切夫斯基 于喀山大学物理数学系学术会议上 宣读了他的第一篇《关于非欧几何的论文》 《几何学原理及平行限定理》 严格证明的摘要 这篇首创性论文的问世 标志着非欧几何的诞生 然而 这一重大成果 《纲一公诸于世》 就遭到正统数学家的冷 《默何反对》 1901年2月23日 日本民间军国主义团体黑龙会成立 117年前 1901年2月23日 以夺取黑龙江流域为目标的 日本民间军国主义团体黑龙会成立 内田任首领主干 投山满任顾问 机关报黑龙 主张驱逐俄国 使日本独占中国东北 蒙古和西伯利亚 开展所谓大陆经营 黑龙会与政府、军部、裁罚关系密切 专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效劳 从事谍报、策反、挑衅活动 1901年2月23日 苏联海军发动叛变 被苏共粉碎 97年前 1901年2月23日 苏联的海军人员 在喀朗斯塔岛的海军基地 发动反布尔什维克叛变 被苏共粉碎 这次叛变导致该国 采取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1939年2月23日 第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 颁奖党典礼 79年前 1939年2月23日 第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 在美国加州洛杉矶 比尔特摩网酒店 Build Moral Build Moral 举行 主持人是弗兰克卡普拉 Frank Capra 1947年2月23日 国际标准化组织 正式成立71年前 1947年2月23日 国际标准化组织 正式成立 其目的是促进国际间的合作 和工业标准的统一 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 ISO于1951年 发布了第一个标准 工业长度测量用标准参考温度 1959年2月23日 欧洲人权法庭在施特拉斯堡 第一次开庭59年前 1959年2月23日 欧洲人权法庭在施特拉斯堡第一次开庭内容不详 欧洲人权法院在施特拉斯堡 是根据1950年签署的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公约 简称人权公约于1959年成立 旨在维护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提及的部分权力 1972年2月23日 北爱尔兰抗议者烧毁都柏林的英国大使馆 46年前 1972年2月23日 英国大使馆已被示威者投掷的燃烧弹烧毁 示威者抗议英国散兵在北爱尔兰 杀害13名北爱尔兰人的罪行 1991年2月23日 泰国军人接管政权27年前 1991年2月23日 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 顺通空宋鹏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及警察总监 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 宣布接管国家政权 据军方人士透露 前总理查猜春哈旺及20日 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的阿铁甘朗毅已被拘留 2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顺通宣布 将在一周之内成立临时政府 在6个月之内设立立宪机构 进行大选 2009年2月23日 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9年前 北京时间 2009年2月23日中午 第81届奥斯卡颁奖李洛木 英国名导丹尼保尔的新作 贫民富翁大获全胜 十项提名名中八奖 曾获六次提名的凯特·温斯莱特 凭借生死浪读封后 而西恩潘凭借芯片尼尔克二度登上奥斯卡影帝宝座 2012年2月23日 阿南被任命为叙利亚维基联合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联合特使 他提出六点建议 包括立即停止在平民区使用重型武器并撤出部队 去政府与反对派在联合国监督下 停止一切形式的武装暴力行为 实现每天两小时的人道主义停火 加快释放被任以羁押者 确保记者在叙利亚维基联合国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电影盛宴中 少不了重心在红毯的蒸汽斗艳 此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尼尔帕特里克哈里斯尼尔帕特克哈里斯 穿着Belly2015春夏牛津鞋子Touch Shoes亮相红毯 将时髦前卫的绅士形象展露无遗 3.名人生族生 145年前1873年2月23日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 梁启超勿须变法 百日为新 领袖之一族163年前1855年2月23日 德国数学家高斯世世 族84年前1934年2月23日 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在伍斯特世世 生103年前1915年2月23日 蒂贝茨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 族170年前1848年2月23日 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逝世 生115年前1903年2月23日 杰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弗谢克 诞生在布拉格工业区 生575年前1443年2月23日 马加石 一世科维努斯 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科罗斯巴尔 生333年前1685年2月23日 著名的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 出生于德国哈雷哈勒 生119年前1899年2月23日 德国小说家埃里希凯斯特纳 出生在德雷斯顿 足73年前1945年2月23日 俄国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病逝 足67年前1951年2月23日 中国著名教育家张柏玲在天津病逝